歐麥克蘭變異株橫掃歐洲 所以各國也祭出了不同的防疫措施 更引發了不少抗疫行動 女方來德國是有示威者 讓警方疲於奔命 而且原警也擔心在執法的時候 被感染 面臨龐大的心理壓力 這裡是德國南部巴巴利亞邦的首府 慕尼黑 入夜後有上千人的群眾 在街頭聚集 警方絲毫不敢大意 儘管沒有警民肢體衝突爆發 但示威者成群結隊向警方逼近 給警員們相當大的心理壓力 法新社引述德國警察工會的說法指出 不滿防疫管制的抗爭在全國遍地開花 警方為此疲於奔命 另外 夜旦廉價過完後的這個星期 光是28號一天 Omicron變種的確診病例 單日新增三千兩百多個 占目前累積確診人數的45% 凸顯Omicron驚人的傳染力 而警方在執法時與不戴口罩的民眾 近距離接觸也導致心理壓力大增 同樣在歐洲 希臘在二十九號 單日新增確診人數大增超過七千例 來到兩萬八千八百多例 對此雅典當局推出最新的管制措施 其中餐飲業等營業場所除了跨年夜 當天之外 必須在午夜十二點打烊 面對疫情與管制 業者除了大嘆 生意難做 也只能無奈接受 歐洲另一個角落的西班牙 雖然一星期來確診數字 加倍上揚 但總理桑契斯 認為Omicron變種的症狀相對輕微 因此在不少歐洲國家提升防疫管制 力道的同時 西班牙則是考慮 縮短無症狀確診者的隔離期限 從原來的十天減為七天 隔著大西洋的拉丁美洲 阿根廷在二十九號新增的確診病例 超過四萬兩千人 刷新當地的最高紀錄 但即使Omicron導致感染人數大增 單日新增死亡病例 卻仍保持兩位數的低打 波利維亞也在二十八號創下 四千九百三十四人的 單日新增確診記錄 阿根廷衛生官員指出 南美洲已經成為全球疫苗覆蓋率 最高的地區之一 這也是面對高傳染力的Omicron 變種病毒時 死亡率仍舊偏低的原因 公視新聞局長編譯